金融的战争就是一场尔虞我诈的治理角逐 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靠着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也有多少人陪着血本无归被割了韭菜 而有一位大师曾经很形象地用鸡和蛋来总结现代中国常见的金融操作 第一种借鸡生蛋 用蛋还鸡 鸡为本金 但是利息 说的是最常见的借钱还利息的逻辑 第二种 还蛋不还鸡 说的是做生意入股的模式 投资款公司收下了 以后每年分红 鸡就不还了 蛋每年分给你 而这位大师就厉害了 他最喜欢使用的是第三种方法 既不还蛋 也不还鸡 大家好 这里是一本正经 带你从更高的视角一览世界的本质 今天就带你认识一个资本大师 用一条条公路为杠杆 撬动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扒开他华丽的财务报表 看看完美数字下隐藏的 究竟是真金白银还是谎言 刚刚提到的资本大师 其实就是山东高速集团的原董事长孙亮 如果不是业内人士 你肯定会问 一条高速公路能赚多少钱 而且一家座高速公路的企业 能跟金融和资本扯上什么关系 实际上 山东高速在2021年的总资产就突破了1万亿 而作为央企的中国电信 也不过9000亿而已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么大 这么重的资产规模 欠银行的钱居然不算很多 企业在发行公开债券评估风险的时候 一般把80%看作较高负债率的一个标准 而山东高速的负债率仅在70%左右 在重资产行业发展速度较快的公司中 这算是非常不错的水平了 而且从财报上看 无论是总资产 收入还是净利润 都在同行业排名中非常靠钱 手里还握有大量的现象 而现今在手的山东高速 更是活跃于各大金融市场 作为金融圈里的从业人员 特别是跟债相关的人 几乎没有不知道山东高速的 特别是在做境外债的圈子里 山东高速一直以来 是以一个特别野的形象识人的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债券发行人 发什么样的债券 做什么样的路眼 山东高速的人基本都会参与 而且出手是真的猛 是公认的有钱的金主爸爸 这么优秀的战绩和盛名 当然和资本大师 孙亮董事长的各种骚操作 脱不开干系 正是在他的精心设计下 山东高速经历了狂标式的发展 注册资本从5亿涨到了200亿 翻了39倍 资产从60亿飞速增长到6000亿 增长了100倍 营业收入从21亿涨到了668亿 涨了31倍 利润从0.8亿翻到66亿 涨了82倍 这些成绩已经足够让人净掉下巴了 但最牛叉的却是最后一个数据 负债率从98.9%降到了58% 这里给飞翼的人士解释下资产增加 而负债率降低意味着什么 比如你只有100万 但是想买200万的房子 那你就需要向银行借100万 这时候你的资产是200万 负债是100万 负债率就是50% 但你又想买第二种房子了 这时候你没有现金了 但不管用什么办法 居然从银行又借出来了200万 这时你的资产就达到了400万 而你欠的银行总计300万 负债率就达到了75% 也就是说 在你资产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通常需要借助贷款融资的力量 负债率通常是应该上升的 一些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 能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 维持资产负债表和原来一样 那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山东高速这家神奇的企业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年里 资产规模疯狂增长了100倍 而另外一边 居然还不怎么需要向别人借钱 负债率还能大幅降低到58% 这一番神操作 估计古神巴菲特都得好奇 孙大师是靠什么做到的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 在登上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的高位之前 孙大师和另外一位 同样擅长化腐朽为神奇的大师 乐视集团下周回国的贾跃亭 是同行 都是会计出身 其实无论是在二级市场买股票 还是在一级市场做股权投资 或是一些学生朋友问我 第一份工作应该做什么好 我通常给出的建议都是 要先学会读懂财务报表 如果能够把财报当中隐藏的信息发掘出来 读懂真正的内核 那么这家公司的过去 现在甚至将来 都能够被清晰地展现在你的眼前 想来17岁就开始在济南汽车运输公司 当会计的孙大师 一定会赞同我这个观点 18年初 在一次交通行业的内部会议上 孙大师声称 山东高速是山东 乃至全国国有资产增值最高的公司 而且在朝着世界500强迈进 孙大师在会上 对在座的那些同行们 提出了一些金钱看来 是相当掏心掏肺的建议 财务报表 其实主要就是三张表 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和现金流量表 孙大师不愧是个老会计 给的建议很有针对性 把矛头主要瞄准了资产负债表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针对普遍困扰企业的负债率问题 积极开展交叉持股 既降低了负债率 完善了反应质地结构 又发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处 这一套观话恐怕是听得云里乌里 但其实这句话中 却隐藏着刚刚提到 山东高速能够傲视群雄 获得骄人成绩的最大秘密 他的这句话说的露骨一点 就是欠钱走开我不认 现金给我拿回来 然而说起来容易 具体是如何做到的呢 实际上他用了加层基金的方式 将欠的钱挪走了 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他有一个正在还贷款的高速公路 价值100万 但还欠着90万的贷款 这欠的90万因为是欠银行的钱 所以这笔90万的贷款 在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负债 但山东高速成立了一家基金公司 对这个公路进行股权收购 将这个公路以原价100万的价格买走 但是私下约定 这个公路我在10年之后 将以每年5%的固定收益率再买回来 靠这种操作 原来100万的资产 就变成了现在100万的现金 而90万的负债就凭空销声不见了 而这个约定5%的利息 又不是每年需要交的 是需要再买回来的时候 通过溢价的方式 付给基金公司就好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 站在此时此刻这个节点上 这条高速公路就变成了实打实的现金 躺在了公司的财务报表之上 而对于基金公司而言 这笔投资有5%的固定收益率 10年之后100万就变成了150万 还赚了50万块钱 而且没什么风险 非常开心 更重要的是 这赚的50万块钱是属于投资收益 基金公司还可以分红给它的股东 山东高速 所以这笔50万盈利中的一部分 就又回到了山东高速 这么一通操作 原来负债率90%的报表 就降到了0% 代负债的资产 就变成了今天的100万现金 和未来基金公司的投资收益 这可比以前漂亮太多了 但熟悉财务的人应该已经发现了 这种加层基金 民股实债的操作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欠钱拿出去 现金拿回来的做法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这家基金公司 必须不能是集团内的公司 不然集团报表合并的时候 资产和负债都得合并计算 相互抵消 变成了自己吃自己 纯属下折腾 所以这家基金公司 必须看起来 不属于山东高速集团 但如果集团母公司持股一个子公司 超过51%的股权 那么这个子公司 就必须纳入集团报表的合并范围中 这看起来可是个死循环呀 而这家基金公司确实存在 山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于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基金公司 为了吃这个瓜 还特别买了某某茶的会员 这个平台还得吐槽一下 实在是黑 不能包月只能包年 索性我就买了三年的 顺便也给大家发个福利 要查什么公司 可以扫公众号跟后台实习生说 言归正传 这家基金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占股49% 是山东高速集团 剩下两个股东 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41% 云南荣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10% 而这个所谓的云南荣奇公司的股东 只有一个叫 己亦凡的单一股 而且穿透他的投资和任职后发现 己先生相关的公司 居然只有云南荣奇 这一家而已 看过之前 中国金融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那期视频的看官 一定都很熟悉这个场景吧 如果一家小公司 只投资过另外一两家规模比较大的公司 而且这个小公司的股东 只有一两个自然人 而且这一两个自然人 名不见经传 在江湖上就没干过什么别的事的话 那么大概率 这个公司是有点问题的 可己亦凡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而且它看起来跟山东高速 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们再去看看 这个公司之前的历史股东 在己亦凡之前 是一个叫李染的单一股东 而这个李染 居然在山东高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过董事 同时 云南荣奇这家公司的监事 居然也是天津荣奇这家公司的监事 而天津荣奇曾经投资的七家公司 全部都是跟山东高速有关的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这家云南荣奇公司 在年报中曾经留下过两个电话 一个手机号 一个固定电话 手机号呢 你可以添加它的微信 是一个代办工商注册的代理公司 也就是跑腿的 而坐机电话 却跟另外一个公司留下的是同一个 没错 就是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地说 这个云南荣奇公司 极大概率就是山东高速集团 自己的体系外公司 而创建它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避免让山东高速 在我前面提到的那家基金公司 持股超过51% 而不得不被并入集团报表 这样一番操作 山东高速就可以合理合规地 将欠钱拿出去 把现金拿进来了 而且孙大师还不光用刚刚提到的财务处理方法 降低了负债 更用各种金融操操作拿到了真金白银 大家都知道公司注册资本金的重要性 但没有那么多钱可怎么办呢 这可难不倒我们孙大师 他用了一记实物出资的妙招 也就是拿值钱的东西 而不是现金出资 那什么东西能值钱呢 孙大师心生一记 公路旁边不都是土地吗 于是将高速公路沿线的土地进行了作价 本来沿线的土地是没什么价值的 但被孙大师一番运筹帷幄之后 工商局一看 原来沿线土地也有价值 那就给你算上吧 几番操作 注册资本金就升到了200亿 而银行一看 呦 这家企业注册资本都那么高 确实有实力 于是融资又给新增到了110亿 孙大师就通过这种办法 凭借着国企信用所带来的光环 再次狠熬一大笔信 经过孙大师交叉持股 加层基金明股实债等方法 神冬高速不仅极大降低了负债 而且凭借着强大的融资能力 终于是收获了大量的在手现金 但借来的钱总是有利息的 欠银行的钱也终归是要还的 那么套回了现金之后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孙大师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让钱生钱 用金融和资本的办法来赚快钱赚大钱 2016年 山东高速开始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成功之后改名为 中国山东高速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山高金融 它的主营业务看上去五花八门 有什么融资租赁 证券投资 还有科技金融 但其实说到底就是放债 而山东高速的放债业务 却不是从山高金融才开始 事实上山东高速是恒大地产 这些年来新增最大的股东金主 占股一度高达5.6652% 总投资230亿元 在过去地产狂飙泡沫化的时代 投资它确实很赚钱 完全符合孙大师让钱生钱的逻辑 而山东高速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没错 除了它自己的钱以外 不少钱是来自它各种名目的融资 而头顶国企光环的山东高速 融资借钱的利息在2%到4%左右 可以说是不能再低了 用23%的融资利息去撬动地产 动辄百分之十几 甚至几十的分红收益 这笔是息差的钱生钱买卖 实在是太划算了 但孙大师真的就可以高准无忧 安然地给其他企业家传授自己的成功秘诀了吗 显然孙大师只看到了高收益 但好像忘了高收益伴随着的是高风险 曾经估值一度近5000亿的恒大 在2021年轰然倒下 地产债券无数次爆雷 如今的市值仅剩下200亿 当初的投资者们赔的血本无归 直至今日依然深陷诉讼的泥潭 但山东高速作为恒大战头最大的股东 自然也是难逃此劫 尽管在孙大师退休之后 继任的董事长在2020年 拼命逃离这个可怕的恒大陷阱 依然卖掉了恒大所有的股权 但失至今日依然没有完全成功 仍有100亿的股权对价款 没有追回 仍在遥遥无期的仲裁途中 而除了恒大之外 前面提到的香港上市公司山高金融 近几年来还在给地产企业放债 4笔总计约30亿 而这4笔地产债 目前已经因为无法按时兑付 爆雷了三个 最后一个虽然还没到期 但恐怕希望渺茫 可以说山东高速 正是如今巨大地产泡沫的重要推手之一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 山东高速曾经的掌舵人孙大师 不停的左手倒右手 神操作不断 为自己赢得了非常多的荣誉称号 比如中国十大风云如商 世界公仆领袖联谊会 经济领袖分会 副会长等等 更是曾在同业演讲上 大力推销自己的鸡蛋理论 而他最后隆重介绍的 既不还击也不还蛋的高招 竟然是无偿划转其他的国有企业 说直白点 就是做公关工作 用零元或者亿元的价格 把其他国有企业直接划转给他 然后他就在用自己熟悉的财务套路 提高资产规模 降低负债率 大量融资 最后提高业绩 让企业看起来欣欣向荣 永续发展 而且在我们的印象里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 是要为国家贡献税收的 比如中国烟草虽然赚得多 而且争议不断 但毕竟纳税也是妥妥的大户 而孙大师在那次演讲中竟然还提到 企业家要找到合理避税的切入点 一本其实挺难想象的 作为一个省属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 一位正厅级的领导干部 竟然可以在行业协会交流中 沾沾自喜地教育别人 要找到合理避税的切入点 孙大师可能只是看到了企业家 这顶帽子的光环 而忘记了前面国有两个字 所承载的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孙大师在2018年省委巡视组巡视期间 年满60岁退休了 而他退休后不久 巡视组就对山东高速 给出了官方的定性反馈 原话是这样的 发展观 政绩观存在偏差 推动企业发展 偏重规模当量 忽视质量效益 有的干部滥用职权 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这就是2018年 巡视组对高速狂飙的山东高速 做出的盖棺定论 如果巡视放到今天 恐怕结论会更糟糕 因为给地产放款 埋下的雷 主要都是在那之后才陆续引爆的 而孙大师18年退休的时候 地产还没有堡垒 就已经是这样的评价了 巡视组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然而不甘退休的孙大师 早已给自己谋划好了一条 大陆之外的坑庄大道 孙大师在2017年8月16日 就成为了香港 一家叫做中国智慧能源集团的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而这家上市公司的二股东 就是山东高速 上任后的孙大师 自然也是希望复制以往的成功经验 快速做出业绩 但香港作为中国金融业最发达 与国外接轨程度最高的资本市场 妖魔鬼怪早已是遍地横生 投资机构早练得火眼金睛 一直以来无往而不利的孙大师 真的还能像在内地一样 继续混得风生水起吗 上市公司的股价是诚实的 中国智慧能源 在他正式就任的前一天 股价是每股七毛钱 经过孙大师作为董事会主席的两年领导 股价从七毛钱变成了两毛七 跌了61% 我们形容股价非常惨的时候 经常说股价腰斩 然而中国智慧能源就不仅是腰斩了 而是齐膝而断了 最终 2019年8月30日 孙大师只能黯然辞任董事会主席 而如今这家公司已经平排多时 股价定格在了四毛一分钱 市值只有三亿港币 用行话来说 这是垃圾的仙股 再回头看看 曾经给企业家们指点江山 如何借鸡生蛋 如何只还蛋不还鸡 如何只还鸡不还蛋 甚至最好既不还鸡也不还蛋的孙大师 这位缔造了山东高速发展奇迹的领导 这位诸多社会容易加深的国有企业家 却并没有能够在另外一家企业 延续自己的经营神话 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 既不见鸡也不见蛋 从高空俯瞰完世界 现在回到最初的话题 我们搭乘一本正经这辆小车 重走了山东高速成立以来 急速狂飙的传奇旅程 但沿途看到的 却是许多难以言说的财务秘密和投资泡沫 而这样的公司 绝不仅仅只有山东高速溢价 不少民营企业 金融机构 上市公司 甚至是胆子大的国有企业 还在用这套商业模式和财务方法 去实现自己报表业绩的飞速发展 隐藏在漂亮数据下的 可能是价值连城的蒲玉 也可能是等待爆炸的地雷 但蒲玉未必能属于你 而地雷引爆后 一定会伤及可怜的投资人们 孙大师羡慕了 而资本的游戏 在这世间永远不会停止 一本能做的 就是跟你们一起擦亮双眼 看透这舞台上精心粉饰的资本体验 这里是一本正经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